著名的文書作品 都是描繪这些四世 人世间的真善美惠 表现在这里 如果说情意都没有了 只有罚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味道 罚真的是枯燥无畏 机械式 处处都是框框架架 怎么样 叫人把情压抑出 要适合他的框架 你说人在这个世间 喝得多辛苦 喝得多可怜 难怪佛经 世尊常常感叹着 这六道众生为可怜明者 我们没有觉得众生可怜 众生可明 可是细细去思量 真的 人情没有了 义没有了 理没有了 处处用这些法律 人和在法律里面 那真的是可怜 那真的是可怜 可怜 那真的是可怜 可怜 所重视 我们中国柱子败家里头 有罚家了 而中国人所采取的呢 尊重的呢 儒家 儒家讲理 理比法好 因为理里头有人情 理里面有道义 理也是法 不过他通人情通道义 所以中国人喜欢 孤身先王 至过贫天下 他用理 理就是法了 他说理 他不说法 所以 有人犯法了 违反国家的法令规障 审判的时候 这里头有情 有义 有礼 厚乎情义 理性的 法律也网开一面 他不是死的 他是活的 修行 我们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灵性 修建宗的 无不是需求西方极乐世界 静谋同学 最重要的 肯定 确实 有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 有阿弥陀佛 在 变法界 虚空界 接引 往生的众生 这个要肯定 要信 欧耶大师 给我们讲 弥陀金 要结 要结 住得好 文字 不动 映光大师 对这个 注解的赞叹书 即使 古佛 再来 为 弥陀金 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 超过其上 赞叹到基础了 找您 引陪法师 问过我 他是精控法师 你对于 映光大师 这个说法 你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 太过分了一点 这个 远光 是修弥陀金 他不是修弥陀金 所以他说出这个话 他知道 我是修弥陀金 我向他老人家说 我说 我同意 印族的 看法 印族所说的 绝不过分 他讲的真是 恰到好处 那我们知道 映光大师 比方大师至菩萨 再来的 这个注解 得到大师至菩萨 如此的赞叹 那 偶一大师是什么人 我们也就可想知了 他要不识 阿弥陀佛再来 准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只是他一生 没有普露他的身份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祝福菩萨 是现在世间的 不普露身份的 妥 普露身份是极少数 而且有特别的因缘 没有特别的因缘 通常绝对不会破露身份 像夏宁菩萨老巨寺 也是没有露身份 那不是普通人 那是 祝佛如来 化身菩萨了 应化到世界 应以什么身份得度 就信什么神 那么应苏在 这个 欧叶大师在要劫里面 把幸运行 这三个条件贯穿全境 古无大德 没有这个说法 弥陀金不长 但是他有三分 续分 正宗分 六同分 续分 居足 幸运行 郑宗分 也居足 幸运行 流通分 文字不多 还是居足 幸运行 幸运行 三字两 贯穿全境 投一个信 信他讲了六条 第一个 要信自己 这个是信心的 我们说佛 不能成就 我会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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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会练好 我会练好